我猜这里应该有很多名店城 最起码不是卖Nike 而是卖Jordan 或者我在后面看到有Apple 炭烧的味道很香 这个应该是辣椒 来到湖南 烧料也有辣椒 它是有些砂糖的东西 咬下去是爽口的 脆的 脸肥 接下来我们的长沙之旅 亲老婆美丽 去一下她应该不会去的地方 不是酒吧 不是disco 而是前面那个叫国金IFC IFS的商场 这里人气真凶 真是超级超级 比想象中疯狂得多 这个牌子 臭豆腐 好像广州也有的 这个在北京路 北京路也有的 这班人究竟在看什么呢 是不是看这个灯呢 我真的不知道 黄金楼 上边人在跳舞 下边的游客就在看 全部排队在看 那边在跳舞 这个是买金的 跳一跳又变了个古人出来 古人跳完又变回合女 像水这样 哇 还要喷烟 就等放白甲 没有围在这个 这个应该是地铁站来的 通往地铁1、2号线 国金街 应该是地铁站来的 每个都在看 看看别人跳舞 这样 这里有点像东門的感觉 我觉得大热闹过东门 随便还在跳舞 我走着这个商场 走完之后呢 就回到酒店 我选择了这个酒店的好处呢 就是在隔壁一步之沿 在酒店上看到那两个公仔 那两个公仔呢 原来又是当地人来到 那些年轻人来到必打卡的地方 还有这里应该是有很多名店城 我估计 最起码不是卖Nike 而是卖Jordan 或者我在后面看到有Apple 继续在拍摄这个抹金楼 我住那个酒店呢 就是在那里 我是住六楼的 就着着着灯的位置 就是我住那个酒店 看上去这个酒店呢 在外表看来 好像很低档次 但其实进去呢 服务都OK的 就是它 如果有需要呢 你还可以叫它 帮你搬行李 各种 但有个弊病 就是真的很吵 我就不怕吵的 我都说过很多次 但我不知道老婆是否接受到 不过晚上应该不吵 我估计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都是小问题 就是它的手里电话信号很差 明明楼顶已经有这么多 发射塔了 不过酒店 待会跟大家慢慢说 应该是卖一下衣服啊 各种吧 我应该是卖一些体育用品的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 又有体育用品 这里又是体育用品 而且有些牌子呢 就是我认识的牌子 但是广州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是抵折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城市 和其他城市是一样的 那我何苦要来这里呢 比如好像长沙 如果长沙和武汉和厦门 吃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需要这么辛苦 走来这里呢 是不是 牛仔褲 这个牌子 广州有没有呢 我没有印象 原来全部都是卖衣服的 人气又不是比我想象中厉害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国内的牌子 安塔 有这些特别的店铺 我们没有那个牌子 如果冷的话 就可以抓老婆 过来这里买一件衣服 不过我已经叫了她一定要戴衣服 我不动了一排龙 那么是有很多很好难的牌子 比如说低法尼 或者Lowe 但其实呢 我是想找一些餐厅行一步 但是呢 都是找不到的 那些牌子是真的 不是说平时来走 所以要来走很多次 才能得到赛品那些店铺 但呢 再找不到餐厅 There agencies 那些牌子 没有餐厅应该有的 只不过 overwhelmed 都不管她 都不吃的 看來幹什麼 我們回酒店 買了一個奶茶 IT 也有 猴子頭中 真是難得見得到 這個 很多厲害的品牌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喜歡看 我寧願去吃一些 可能不好吃的臭豆腐 跟大家試一下 厲害 這裡還有蘋果店 我想這裡應該是 好像想做到 香港K11那種感覺 它有時候會有些展覽 比如這裡 一個巨人 但隔壁是買眼鏡 現在晚上8時一樣 都是這麼多人 大家有機會回來逛逛 逛逛不吃 看人也好 不知道我現在就買杯這個 上一集都說過 是會買一個的 茶我點了 那就18元 怎麼樣呢 我也不知道 冷的也有奶泡那種 現在又等著 應該挺快的 好像美女那樣喝 幫我拿上酒店喝 另外呢 上邊這兩個公仔那裡 我應該不會上去的 留待老婆來到 他應該不會太喜歡的 但是如果他說上就跟他上 那兩個公仔 至於我現在呢 就繼續在這裡等我的奶茶 都要喝一杯 回酒店呢 但這個酒店的好處就是 一步之遙 上邊就是住的地方 下邊就是吃東西的 現在又覺得有點餓 但人又可以下來買過 是啊 那壞處就是比較重的 這間呢 還在這裡排隊呢 至於我呢 就有條房間就在這裡了 是啊 我忘記跟大家說 叫萬森酒店 酒店這裡 哦 這裡是餐廳的 哦 這裡是吃早餐的 即是自造早餐那種的 那真的也挺綺麗的 還有呢 我想帶大家看看這個洗衣房 有人在這裡洗衣服的 是有人用的 哦 工作人員姐姐是幫忙 還有健身 跑步機 踩單車 是有洗衣房 挺好的 我先頭說過 這個酒店好像一個 Disco 或者叫Karaoke 就是那個大屏幕 那裏真的有一唱歌 有一個咪咪在這裡 然後這裡是有 Welcome Food 即是那些歡迎你來到的小食 都幾優雅的 真的有啤酒 全部版本是啤酒 那你付錢就有的 好像一個酒吧 那我都打造到 是吧 之前我在等這個酒的時候 也聽到有其他客人問 他們的工作人員 就說其實旦旺龜 價格也沒有差得很遠 所以 正是因為這樣 因為始終這裏是很熱鬧的地方 這麼熱鬧的地方 其實沒有特別淡的貴子 反而如果你想預約的話 要早一點 它的優勢真是地理位置極為方便 一買完就可以上來了 對面有買球衣的 回到酒店 有兩樣東西先頭我忘記說 抵賺的就是 它不會說放一個地方 讓你把房間加進去才能拿到電 是不會的 只要你一進來 就可以開著一些冷氣 各種的 沒有問題的 第二個 其實原來它是有雪櫃的 而且雪櫃 這些是我自己拿來的 我在我的車上拿來 還有兩罐這樣的 還有兩罐這樣的 下面兩瓶水 肯定是贈送的 都可以了 這兩瓶我自己慢慢享受 這一杯 其實挺好喝 不會太甜的 但好像 我們在廣州喝到的 茶里儀世 普通話叫做茶里一世 即是直譯的音 就像我之前所說的 專程找高鐵 找黃牛來買 就大可不必 真是神經病 因為這杯東西 我已經選到幾乎最貴 18元 那黃牛收你多少錢 我很想知道 它坐高鐵 高鐵也200元 廣州我不說其他地方 有些人又怎樣呢 就是坐高鐵 買票 譬如說我在廣州假設 我去北京才算 專門在這裏 長沙落落罩 來買一杯飲 以前有攻略的 疫情時 那樣的 你說難喝 肯定不至於 它調得挺中和的 有奶味 茶味 各樣都有 又不會太甜 挺舒服的 吃完才會有辣 但是你說 18元也覺得不值 何況找黃牛炒 真是浪費 嗯 嗯 好了 今天呢 先記影片到這裏為止 明天呢 老婆是12點多來到的 她來到我會跟她吃飯 那早上呢 我就會在下面吃個早餐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尤其是在附近再走一走 那些道士信書 因為通常我這些地方 都是沒有預案的 大概只知道 我來長沙 是要吃臭豆腐 喝這個 沒有其他 已經過了11點 是晚上11點 不是早上11點 那我呢 突然間 在肚子餓地 看看一些社交媒體 過來這邊 吃少校 坐地鐵 坐了 坐了10個8個站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我 過來之前 我看過 還好 又不會太遠 還有 我要剪片 剪片又快 不知為何 快得很淒涼 既然是這樣 趁著老婆 沒有跟著來 去吃宵夜 喝啤酒仔 那 如果萬一沒有開 就馬上走 地鐵還有 開通 都是2號線 回到我住的酒店 都是20分鐘左右 就是這樣的 這邊好像還下雨 是不是呢 我真是不知道 地下濕的 地圖顯示 應該在左手邊 就在地鐵站上 蓋 這裡 跟這樣的商業流遇到 又會有食物 這麼有趣的呢 它是吃燒料的 燒料就是燒雞肉 燒雞翼 只是換過玩法 就說得高端一點 這意思 因為在廣州 我偶爾也會吃一下 教育路附近那裡有幾間是不錯的 吃過 心心念念的又過來這裡試試 會不會在這裡呢 針對地圖顯示 就在前面而已 不知道是否正確 還有 現在都頗寒 沒有啊 沒有要走啊 地鐵還有開著的 不如看看這裡吧 地圖顯示好像是在這裡進去的 至於除了燒料以外 其他就大可不必了 看看這裡有沒有 又看看前面那裡 那裡沒有 就什麼事我都不想 甚至可能爬車走 這裡 這裡不是 這裡是塊帝的 會不會是這裡呢 這麼光猛 這裡嗎 哦 不是 都是塊帝的 終於被我找到 就是這裡 師傅仔好像個個都在這裡休息中 哦 這裡 有半戶外的 你可以這樣坐著在這裡吃的 但是下雨就不必了 餐廳裡面 我會坐在這裡吃的 而且我會坐在外面 我會坐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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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是雞肉 我知道這個鳳梨牛勒條 是很好吃的 是他們這裡比較受歡迎的 而且我不敢叫太多了 而且還叫了一個小麥汁 不是 是大麥汁 這個餐廳在我住的酒店附近 也有空間走到過去 但是 既然坐地鐵又過來這邊看 通常我們這些人拍攝都很壞 又怕人多又怕人少 今晚 因為始終是星期日 才和我在坐地鐵過來的路上 都是很虛憾 我發現長沙的那些小朋友 就像我女兒那樣大的那些 好像不太需要讀書 我總覺得 和深圳比 責遠 深圳我們都去過了 那些小朋友讀書 可能他們會認為 這麼難得去得到 深圳當然要把握好這個機會 出人頭地 至於這邊 是好玩樂居重要 只要我們廣州人 原來 這個長沙地鐵2號線 2302就已經下班了 可能我坐那班 可能是差不多尾班車 等一會我回去 我就要打車 咦 打車看不到 打車 開車25分鐘 都要 我的第一個 未吃你已經到了 這個我猜應該是牛肋條 看著師傅燒 就在我面前燒 嗯 燙燒是不同的 唯一缺點就是我吃了心急 喂 牛肉夠大 肥瘦 有人肥瘦相鑑 可惜餐廳人少了一些 其實我認為 吃燒料最好的狀態 應該是怎樣呢 是因為一定要吃很熱的 就是剛剛燒出來的 吃什麼才點什麼是最好的 其實我不太喜歡在桌面上掃碼點餐 你看 你坐在那裡跟師傅說我要做什麼 他馬上笑 這是最好的 但是沒辦法 這個大麥汁是 沖繩縣衣缸 賭產大麥汁 這個品牌不是經常喝得到的 接著來試試這個 這個應該是雞腿肉 來到長生這段時間發現 其實他們生活都不太急速 遊客多的 肯定是我住那裡都是遊客的 如果香港觀眾 打算回來逛逛 其實都不太麻煩 因為明天我就會證實到 我要去長沙南站 其實不太遠 如果在長沙南站 煞車 去我住那裡 那個酒店那裡 30分鐘 其實這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應該是坐地鐵 因為一條線都會 現在全部收拾工藍 沒有辦法 看不到 我在20分鐘左右做道 住2號線附近是比較好的 然後繼續吃這個 嗯 這個是嫩一點 這個嫩一點 這個叫做鹽烤雞腿肉 這些我們廣州人吃雞 很醃 今天他們這裏標榜 雞是鹽烤的 不知道你說是不是師傅烤 不知道 但是可能市場 用活雞處理好它 就是這樣 從三十五之幾這樣過來 吃一下燒烤 其實是燒烤的 不用吃太多的 吃一點點 開心一下 就是 這個應該叫做 我都看不到是什麼 安格斯牛羽花 偏嫩 我猜而已 為什麼要吃什麼才加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這是什麼 如果你點什麼 師傅立刻做 如果你人多 你可以叫兩吋 三吋 是不是 就不會攪亂 這個 這裡 洋蔥 好吃 淡香味不夠我早幾天 在廣州吃到的龍 這個都是五度的 是來自鹿兒島 因為旗輪的啤酒 要在餐廳 我那天去 我喝旗輪的啤酒是國產的 即是中國產的 我不是說是中國產的 不要 你老是喝啤酒 日本 當然是喝日本產的 吃荔枝 當然是吃廣州的 接下來 這個是 京蔥烤雞肉 雞腿肉 這個炭燒味更濃 可能因為有蔬菜原因 我叫師傅 因為它不算燒得很久 炭燒的味道很香 而且這個應該是辣椒 來到湖南 燒料也有辣椒 我以為在桌面只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七味粉吧 你可以灑些下去 但沒必要了 有很多機會吃辣椒 嘗嘗辣不辣 來到這裡 這個是店家的招牌菜 可以說是 很多人都是為了它而來 吃辣椒 嗯 菠蘿八卵 不能輸 這個貴又不算很離譜 這個冰酒很貴 大哥 很嚴重 其他那些都不過20元 有些是10元 喝杯 我以這個名太子 燒西園路 結束這個快閃燒料之旅 是燒料之旅 有些是這次 爵族 可以吃就可以了 你 美國服務局闕 早安 現時只會找到一件事 現在八點半都還沒有 再吃早餐 我們在酒店隔離 走5分钟的一個地鐵站 就叫做忘卿廣場站 行戶外也可以 行室內也可以 我今早就行戶外 有少少雨 但是我不用開傘那種 我會坐兩個站去 兩個站去一個叫侯家堂的地方 吃個早餐 這裏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大站 但是這裏是1號線和2號線的交換 老實說人流量是比我想像中少的 我都不是 很多人在車上 昨晚酒店下面很精彩 我只拍了一張照片 我都拍不到 四點多時起床 當然是在洗手間的時候 看到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附近 有很多的士在等人 我只是猜 我只是猜 應該是人們去Clubing之後走 又或者的士司機吃早餐 我不知道 塞車四點鐘 車到了 也挺多人 但是就不會像廣州珠江新城那樣 要推著人才能上車 也很多人 像西門口地鐵站 上車呢 也有很多人 昨天我在休息區 拍攝的時候 還很熱 還飆汗 來到這裡 冷空氣道 其實跟廣州差不多 只不過 不習慣這些時候這麼冷 月中巡都未到 大家看一條街 和昨天開始 來到長沙拍攝 都是有不同的 只有一個歌記 和我差不多肥的肥仔 又穿短袖 看怕他都覺得有點冷 但多數人 女士 長沙拍攝 都是要穿長袖才行 之外 就去吃個包 為什麼吃包呢 就是不想 什麼都是吃辣的 要吃 但是不要全部都吃辣的 現在就去吃包 現在是早上8點半 很多人急急趕著上班 吃個包 究竟包有什麼特殊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叫做特圓 包主腹 出發之前 跟觀眾問過 一定要吃包 所以我就試試 煎餅乳咖啡 9元9 早上這個時間段 都算挺繁忙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城市 有點像廣州 它不是說很大很大 分了很多個區 什麼好像香港 或者深圳 都挺集中的 我去吃那個燒料 吃完燒料 當然打車走了 打車走的時候 路上 可能一來那個時間 其實等車那裡都是 都是20分鐘地鐵 就覺得都挺冷清 這條街很香 很多香味 還有這裡是侯家堂 這裡是賣衣服的 不知道什麼排行榜 中國移居城市 中國內地 排第一 大家想不到的 廣州 第二 緊捱著廣州的 是武漢 第三是青島 然後到這裡是第四 而且它的排名不是落後到很厲害 那種的 先姑且物論它有什麼公信力 它寫得出來都不會亂寫的 不會說 想一個無關痛癢 比如說茂名 這樣最宜居 沒有可能 對不對 長沙這個排題 至少可能氣候比較舒服 都挺宜居的 而且都挺守規矩過馬路 這樣過馬路的 好 嘩 行不行 還有住宅樓很多 今集還沒開始說樓價 不過我都輕輕看過 大多數 好像面前這些熱手樓 都是一萬元左右 一平方 其實已經挺好的 你跟廣州比 廣州好像這些 起碼都兩萬五 很舊很舊的 才是一字頭的 旅遊園方面 其實它對比廣州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沒有那麼遠 它更近中心地帶 因為你來廣州 是要發併更多的金潮 比如說我是在北京來廣州旅行 和北京去長沙旅行 長沙當然快些 這一點是要給廣州有優勢的 然後吃東西 有一個問題就是 最好不要全部都辣 但是走了這麼久 我不敢說全部都走了 我也有看過社交媒體 還沒見過廣東點心 還有一點是很像廣州的 就是它有很多街鋪 這一點就不像深圳 深圳基本上的餐廳 反乏好一點 有些日子的 都是上了商場的 這裏是北京巧鴨 全部都是街鋪 另外停車方面 也不算太惡劣 不算貴 也車位夠的 另外酒店是有提供自助早餐的 留下明天和老婆先吃 因為老婆通常會睡得很晚才舒服 她可能睡到8點、9點 即是問問時間吃自助早餐 下去坐坐看有甚麼吃 那種的 所以都是留和她一起 然後我先留給她電話 她都說晚一點就會出發 因為原來是10點半的車 現在才8點半 在我們家裡過去 而且廣州火車站 我們是家裡熟的 如果真的不行 就不來了 沒事而已 因為我們是在家裡來 而不是要回去 回去的話 時間方面 如果是坐高鐵 就要提早些 因為不熟 來我們對於廣州火車站 應該是比較有把握的 對話少說 趕著人家吃早餐的時候 我們快點去買個包 吃 那我會坐下來吃那種東西 也有很多酒店 有很多高樓大廈 要吃東西的地方就在這裡 這個叫做白蓮德圓包子店 而且很有趣 外面有這麼多車停在這裡 我猜的 我真的猜的 他們下去買包吃 是啊 像不像 像是 買完包 那個機器就上車了 應該是 好吃到這麼淒涼 看看價錢先 小龍珍珠燒賣 這樣可以 我會買這些 銀絲卷 還有這邊 應該是最熱鬧的 千層糕 雙油燒賣 我們這些是買了大酒吃的 瑤柱鮮肉包 蜜汁叉燒包 酸菜包 酸菜包 買了包 事情是這樣 他們這裡除了吃包以外 還有吃麵 昨晚吃過 特別 這袋包 這麼大袋 我未拆解 洗了10元 這裡有一杯豆漿 洗了2元 經濟失為 他們全部都是這樣打包 給那些打工仔 買了回公司吃的 包得好企理 我這人就走進來這裡吃 不過我問過老闆 他說是可以這樣做的 喝豆漿 這兩個包 就是他們推薦給我的 以前我看過社交媒體 他們說應該是鹽精包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但是早上吃包 我不是太喜歡吃甜 我喜歡吃鹽的包 試試看 而且他們說是一種吃法 不知怎樣 挖開這裡的洞 兩個包夾著吃 我不會吃到這麼高 慢慢拆解一下 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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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吃過這樣的 它是 它是有些砂糖的東西 在裡面 咬下去是爽口的 脆的 嗯 一種很有趣的感覺 也不能夠說奇怪 甜的 你看 我喝一杯豆漿中和 剛好都是鹽精的 你看 煙飄酒 就在後面蒸 很多人買的 然後我舉期不定 不知買什麼時候 我就嘗試聽聽它 當地人買什麼 都明顯我一個字也聽不明白 後來有一個歌記 是說普通話的 我勉強聽到它說什麼 但它說得太快了 我也是聽不到 接著來試試這個 是這樣的 肉包 吃這些都是廣東人 廣府人精緻的 你看 這樣兩個包都吃飽了 這個叫肉包 鮮肉 海鮮包 海鮮的味道 不是真海鮮 有條魚一定有油 還有 但是真的很厲害 吃了一中午都飽了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買花卷 還有有預製的 兩個包之間 我更喜歡這個 早餐我不喜歡吃 這些包太甜 其實厭介說 我也不喜歡太甜 這包 這個 有些蝦乾的味道 至於這個 是過於 過於地道 我實在接受不到 試完這個 這個應該我比較容易接受 它們叫燒麥 燒麥 即是燒麥 大家看到我的雙手 清潔過 我就拿手 這樣 它不算多油 在那裏留意了很久 它裏面是糯米 它裏面有皮 因為跟我們廣府那些 所謂的燒麥 其實是 原理差不多 但廣府裏面 是不會放糯米 是會放肉 它的皮是很薄的 跟我以前吃過 那些外省的燒麥 我覺得這個算好的 我吃過一些很差 我很怕它的皮是很硬的 它這個完全沒有的 嗯 完全沒有的 而且裏面也不算太油膩 嗯 我又吃飽了 大家看上去那一點 那個肉包我是非常之滿意的 雖然它是比較貴 但另外那個呢 就說到這麼好 即是可能是真的好的 即是好像可能會有些人 有些遊客來到廣州 是接受不到牛三星 那樣而已 是不是呢 我當然覺得很久 有牛三星 不敢吃而已 每天吃 但是呢 我真的接受不到 那個是掉了的 其他我全部都吃光了 不錯 下來就萬無目的地 在街上走一下 散散步 看看街景 然後坐地鐵 回酒店 這裏應該算是商業區吧 有很多大銀行 去過幾個城市 都是遊客區的 我感覺上呢 長沙這裏呢 是那些年輕人呢 她的化妝比例很高 廣州年輕人不多 就算是女生化妝呢 都是化過淡妝的 可能是天氣熱的 但是這邊呢 就不同了 嘩 好像批檔一樣 很厲害的 嗯 還有很多女生呢 都會有些微調 看得出的微調 另外 駕車方面呢 我昨天駕車 在高速公路下來 去酒店路上 還好 你說有沒有瘋狗 那些世界上 哪裏都有瘋狗 對吧 就是 似著自己的手車 熟當地 抽來抽去 又 又 又 動力又不夠 那一刻才好笑 那些不說 但總體上 反而我挺滿意的 可能還未遇到瘋狗 還有呢 昨天 因為我入錯線 去到酒店 我是要 橫在馬路上撤過去 其實很多人都會讓 他不會說 頂死你先 不讓你過 沒有這樣過 又 很輕鬆 那條線 我要這樣打橫咳 其實是不對的 人家一撞過來 我就要賠錢了 讓 這一點是挺舒服的 令到人 還有 熱鬧 樓下那裡 真的很熱鬧 如果大家是 對 酒店 房間 聲音 是有 要求的 或者是怕吵 千萬不要選擇住在那一區 但是 但凡有少少不怕吵 一定要住在那一區 你看 好像我那樣昨晚突然間 看資源片 有點早 去吃點東西 打架車去 一陣子就到了 不是 我是坐地鐵去 坐幾個站就到了 打架車回來 挺好的 他去老城區的地鐵站 都夠多了 對面又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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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分市廣州 可能 中國內地那些 大的城市 大多數都是這樣 只有 深圳不是 是大城市 但是不是 很有歷史的城市 因為 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些很有歷史的城市 它都是 大家在 河的兩邊 居住 大多數都是這樣 包括長沙 這裏都是 雙江 是南北走向 這樣穿過的 我們 現在其實是 江的 東邊 古店又夠多 還有 還有這裏 有一個 在國內最出名的電視台 就叫 湖南衛視 現在很多電視台 都 都 行張就目 就是不行的 誰還看電視 唯獨 湖南衛視 其實還有很多 很好的綜藝節目 那麼 他們這裏 是有很多 年輕人 想過來這邊 找一下有沒有機會 那麼 看得出的 那麼 當然 也會有 不是要淘汰出來 還有 昨晚在我住的酒店附近 昨晚吃飽 下的士 當然 走多兩步 看看 嘩 好刺激 起碼四到五間 而且他們分的種類很小 又 只是給女生進去 又 只是給 一些不同性取向的進去 但又可以給女生進去 找我小紅書 看得到 又或者純粹 就是讓你很簡單 很安靜地喝杯酒 又有分 喝 雞尾酒 基本上就是這樣 再細節我已經說不出 大大話說 以我認知 隨便找到四到五間 如果你是喜歡喝酒 在那裏附近 走就可以了 還有 也有便利店 設備品 也是有的 我去設備品 走一下 看看周圍 都很現代化 在我住那裏 很多年輕人 過了12點 一樣在街上 走來走去 可能去Clubbing 又或者是 諸如此類的事情 不知道他們是做甚麼 是開心的 這裏就是南湖路站 這裏是1號線 我是可以坐回去的 再走一下 嘩 一幅一幅 那些樓盤 挺厲害的 還有可能因為天氣變動的原因 我來到昨天已經是這樣的 天是看不見有陽光的 這跟當地長沙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通常天氣變動的時候 那些 天都是灰蒙蒙的那種感覺 還有我看到真的很多很多酒店 很多 前面有一間 雅致酒店 這個不錯 但他們的酒店 其實酒店是挺好的 包括我住的那個 都是 但在外面看上去 很殘很舊 比如前面這個雅致酒店 其實它是一個挺好的酒店 又或者這邊這個平價酒店感光之聲 亦是如此 地鐵站 沒有洗手間的 它會寫出來的 還有坐地鐵有一個好處 就是給遊客好 因為廣州是不知為何不做的 比如說 我現在想在這裏 回去我的酒店那裏 它會寫上還有幾多分鐘到哪一個站 廣州就是這樣做 廣州不知為何沒有這樣做 完全 不知道 總之就不知道 但現在這樣 可能昨天吃辣的東西多 我現在肚子又要上去 現在我還是回酒店 不再走 有很多機會 然後老婆在路上 我回酒店休息一下 大概12點左右 老婆便會到 我可能11點鐘便要出發去接它 我現在先坐地鐵 好處就是很多地鐵 都有這種 給不方便的人士坐的電梯 它是優先給不便人士使用 次之才到我們 我們都可以坐的 你看看 之後他們坐地鐵 當然可以用支付寶 讓香港觀眾回到 但是可以用陽城通 以及可以用WeChat 支付寶 都沒有問題 全部打通了 我在這裏 1號市 因為已經過差不多9點半 沒有人趕著上班 都是很正常的 不過老實說 如果放回廣州 1號線 通常1號線都是最舊的車站 這裏的1號線 我相信應該都是最舊的車站 有點兒冷清 以及大多數舊的地鐵線路 它的燈都不會很光亮 廣州都是這樣的 會比這裏光亮一點 但是 還是沒有那麼光亮 以及自助手腳機 肯定都有 還有安檢 也肯定是需要的 我們先安檢 不過呢 我還以為 是要指定的位置 才可以進入 一樣可以用得到陽城通 不錯 原來地鐵下面 也有洗手間 我剛才說錯了 因為在外面 它不像廣州地鐵 也有很清晰指引 寫著哪裏 先頭我就坐紅色這條線 因為我住的酒店 大概就是黃興廣場這裏 我早了一個閘 先頭我在南湖路坐 坐了兩個閘 來到這裏 天心角 據說這裏又是一個很大的旅遊景點 我先走馬觀看一看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老婆會不會上去 但好處是這麽近 據說南門口 亦有很多小食 看看吧 走回去 很近的 就是這個了 大家聽到那一字嗎 道虎江角 我住在博弘街那裏 很方便的 我又回到路面了 因為我忘了這裏叫什麽路 經過博弘街 我們回到酒店那裏 走大概15分鐘左右 趁不下雨到處走走走走 而且天氣真的很舒服 除了辣辣辣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食物 例如這些 銅鑼燒日式的 這裏是可以走過的 叫黃興後街 我還是走回這邊 大路會好些 應該會經過昨晚走過那些路 又有便器店 又有星巴克 這裏就是 剛剛我出來的地鐵站口 而且我隱約看到後面還有一個摩天輪 真的很多酒店 對面又有 這裏我至少見到三間 如果想喝杯咖啡 這裏也有 這裏也有 這裏也有賣手提電話 各種 不得不提的就是 那個奶茶堡 隨隨便便 都見得到的 這裏又有一個 在這裏 我不會刻意去數 這裏走去 起碼你會找到十間 超過十間 這裏厲害 這裏有個叫做大興飯店 樓上又有酒店 樓下又有奶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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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麼密集的 這樣的 它買的是很有趣的 首先 你可以手機怎樣餐 但是 因為我們遊客不懂 你當然會不知道定位定位定位去哪裏 最好就是你去到它門口 它有一個二維碼曲的 第二就是你拿一把口下單 下雨添落油 然後下完單 它打一張單出來 你要給做奶茶的核銷 意思是甚麼呢 我猜的 就是它告訴你 我現在要開始製造這杯奶茶 我可以先下單 我不叫它製造你而已 是不是 叫了製造之後 只要它一掃瞄了 收了你的票 五分鐘之內出不到單給你的 不收你的錢 退錢給你 是這樣的 所以我猜是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它想多些人喝得到 來洗錢 當然是這樣的 它就不行一種叫飢餓燒 其他有幾間廣東那些 是行飢餓燒的 你永遠都排不到 不知為甚麼 一排你就要買很貴 是希望這樣 但它就不是的 只要你想喝 就是你前面排隊 那一刻不算 你很快便可以買到一杯 所以 從昨天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 拿著一杯 一邊走一邊喝 就是這樣 18元 步行街 當然沒有晚上那麼熱鬧 原來也有很多酒店 那裡也有 那裡有很多酒店 一定會吃飯 在那裡有很多酒店 如果呢 都會有很多酒店 都會有很多酒店 叫做酒店 澳行街是被夏門那個魚熱鬧 夏門那個 不夠這裡人氣 今天是一個星期一的早上 沒有甚麼人是很正常的 我想一個星期裏 今天也算是最冷清的 要玩是昨晚玩過 再加上下雨 比我想像中要遊多 連奶茶店都還沒開門 好了 我也不再多說了 那些旅遊景點 因為原先我是真的打算去的 我走到那裡 仙樓那裡 走15分鐘 沒問題 下雨 又下雨 算了 回酒店 好好休息一下 等到老婆來 好了 她一來就停雨了 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